假如给你一只看清世界真相的眼镜 你会选择戴上吗 至少这个男人已经发现了世界虚假的伪装 自从他戴上捡来的墨镜 远处的城市巨型电脑广告牌 立马变成服从的标语 原本恶魔的比基尼女郎 则变换成宣传结婚生子的标语 放眼望去街边的橱窗鞋柜还有书架 满是洗脑民众的消费主义话术 鼓励底层市民成为乌合之众 放弃自我思考 继续地沉睡下去 无条件接受来自当权者的统治 更让男人不可置信的是 原来看似端庄的老白男 在墨镜底下竟是一副怪异丑陋的骷髅样貌 直到男人反复戴上墨镜确认 才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可以旁暴停小贩看着男人光看不满 就过来打算赶男人走 但透过墨镜 看向他手里拿着刚才老白男的钞票 立刻显现出 那不过是几张写着这是你的神的白纸 男人精神恍惚的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游荡 脑子里不停被电波给灌输愚昧的思想 反观大街上那些打扮精致的富人太太 无不被墨镜包下虚伪的外衣 露出里面肮脏的模样 这难道就是人类世界真实的形态吗 我们无时无刻不活在这样 巨大的监控牢笼之中 要不是借助到墨镜的力量 男人这辈子也无法窥探到现实的真相 男人名叫纳达 原本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 但一场经济危机 导致习惯了十年的日常生活 随着心中的大厦一招崩塌 他只得背离家乡 当个无业背包客走进这座同样萧条的城市 来到就业推荐大厅 里面人声鼎沸 可见经济危机让多少家庭不复往日 奈达寻求工作的愿望自然也被冷漠地拒绝了 他只好在城市里四处游荡 寻找着合适的机会 期间碰巧遇见一位盲人神父 正在广场上激情演说着 唤醒世人看清他们的嘴脸 警告大家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至于这里所说的他们 会在影片中段为观众们揭晓 路过影像店边的电视时 里面正播放着美国梦塑造美好生活的广告 恰巧就有一位年轻人正迷茫地注视着 甚至之后电视里又有一位年轻女士 倾诉着看电视会使自己忘记身份 融入电视所编制的幻梦中 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 都将成为影片之后的伏笔提奥 第二天奈达终于在施工现场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友弗兰克在施工现场好心告诉他 在第四街区有一个地方可以免费提供住宿 随后奈达和弗兰克一起去了营地 这里虽然简陋 但有谁有点 还有热饭可以吃 这让露宿街头数日的奈达感到非常欣慰 两人吃饭时 弗兰克和奈达谈到了自己的经历 弗兰克曾经也是钢铁厂的失业工人 家中还有妻儿老小 可现在已经对社会失去了信心 只不过是在麻木的狗活罢了 但奈达和他略有不同 他认为在美国只要努力 就会越来越好 总有机会能让自己出人头地 奈达也是言出法随 之后还真让他做成了一件改变世界的大事 那天晚上 每个人都在营地里看电视上无聊的节目 但电视信号突然被阻断 插入了某人的宣传视频 在视频中一名男子声称 有一个信号通过电视不断传播 并试图通过洗脑来统治人类 一旁的奈达听得一头雾水 却不经意间发现了营地旁神秘的教堂 他看见营地的负责人 神秘兮兮兮将神父带入教堂中 第二天神秘男子的宣传视频 再次出现在电视上 这时奈达注意到负责人 慌慌张张地走进对面的教堂 这让他产生了怀疑 然后他偷偷地跟着进去 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装满纸箱的夹层密室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盲人牧师发现了他 一顿闲珠手乱摸 觉得这小子骨骼清奇 是个搞革命的人才 正准备跟他戏谈入会戏泽 奈达恐慌之下赶紧跑了出去 然后他借了一副望远镜 通过观察 他发现负责人和他的团队 正在把大批纸箱从教堂搬到车里 那天晚上 一大堆防暴警察突袭了教堂 然后更多的警察来到营地 开始无端地摧毁营地 人们只能四处逃跑 跑出营地的奈达 看到一群警察 正在殴打电视上的神秘人和盲人牧师 这让他对整个事件更加困惑 于是第二天 奈达再次来到这座一片狼藉的教堂 从密室里拿出纸箱 但当他打开它时 他发现纸箱里只有一堆普通的墨镜 奈达也没多想就把纸箱藏在垃圾桶里 还顺走了一个 随后他走在大街上戴上墨镜后 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广告牌变成了洗脑的口号 各种书籍和杂志也是些催眠的暗示 直到奈达看到一个个面目可憎的骷髅人 他们混在人群中 而没有墨镜的人类根本无法察觉 奈达恍恍惚惚走进一家杂货店 看着电视上的政客那虚伪的嘴脸 不禁露出嘲笑声 这时身后不小心撞过来一名老夫人 看着他恶心的样子 纳达丝毫不掩饰就发作起来 对着他的样貌开始狂喷 可这一反常的行为 直接引起商店里所有骷髅人的注意 他们开始通过手表报告纳达的信息 惊慌失措的纳达立刻走出了商店 但他很快就被警察堵住了死胡同 而这两名警察也是骷髅人 身手敏捷的纳达直接反击射杀了他们 夺走了警车里的武器 然后他全副武装 闯入了一家银行 开始射杀目光所及的骷髅人 但其中一个扭动手表 瞬间消失在他面前 因为警察很快到达 纳达没有时间思考 只能从后门逃跑 但然后他看到一个小无人机挂在头上 伸出探头监视他 纳达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开枪干爆他 不过纳达绝不滥杀无辜 他放走了人类警察 来到地下车库后 他劫持了一个名叫霍利的女人 强迫他开车带着自己避开警察 但长时间戴墨镜的纳达头痛欲裂 到达霍利家后立即瘫倒在地 这时纳达已经相信了 电视上神秘人的催眠论 他告诉霍利民众 已经被未知生物给控制 只有用这副墨镜才能看到真相 但霍利并不相信纳达 趁着纳达不注意把他推下红 而纳达直接滚到了山脚下 这时警察又开始寻找他的踪迹 纳达只能在寒冷的桥下度过一夜 第二天纳达又来到了施工现场 想告诉弗兰克真相 但是有妻儿的弗兰克早已得知 纳达被通缉了 所以他不想和纳达有任何瓜葛 无助的纳达不得不再次来到垃圾堆 找到剩下的墨镜 此时善良的弗兰克 也给纳达带来了一周的工资 但纳达坚持弗兰克戴眼镜看到真相 这让弗兰克愈加生气 两人立即像小孩子一样打成一团 不得不说这段打斗拍的是真的长 看两个大男人肉搏足足看了六分钟 还处处手下留情 真是激情满满 最后纳达强迫弗兰克戴上墨镜 弗兰克终于看到了真相 震惊之余 现在已经统一战线的两人 找到了一家酒店休息 营地的负责人突然找到了他们 并给了他们一个地址 那天晚上他们也来到了负责人所在的革命军据点 在这里纳达和弗兰克换上更先进的隐形眼镜 既不伤眼睛 又不受信号干扰 那么这样的隐形眼镜的又是哪家大牌呢 这里就要介绍 虚晃一枪 在线乞讨广告位 随后负责人还告诉他们 他们看到的骷髅人实际上是外星人 这些外星人在使用完一个星球的资源后 就会去继续占领下一个星球 地球就是他们准备征服的下一个目标 这些外星人利用电视和现代媒体来发送控制电波来麻痹人类 从而操纵整个人类世界 然后一名革命军成员把外星人的手表交给了两个人 手表上有密码 只要按下开关后就会突然消失 之后负责人告诉他们战斗计划 因为革命军的人数和武器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电波的来源 阻止信号继续发射 以此唤醒更多的人类已完成革命 这时内达突然发现霍利也出现在这里 纳达既惊又喜 看着他手中当时自己留下的墨镜 不用说也心知肚宁 正当俩人继续聊天时 一旁的墙体突然爆炸 大量警察开始疯狂朝里面的人射击 转眼间革命军死伤无数 纳达和弗兰克边打边退 被大量警察逼近了死角 在危机时刻弗兰克启动了手表 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个洞 两人立即跳了下来 进入了地下通道 躲过一旁的守卫 他们穿过悠长的通道 来到一个金碧辉煌大厅 一位外星人正在向富人们 汇报今年的傲人业绩 这是一位油光满面的老头 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 误以为纳达和弗兰克是新来的客人 随着酒精与业绩的上头 嘚瑟的他还主动带他们参观了 外星人的星际传输技术 之后这群人来到了54频道的工作室 原来这是外星人发送 控制人类电波的核心区域 纳达和弗兰克看到了这一点 毫不犹豫出手射杀了守卫 并强迫老人说出信号塔的位置 但老人仍然认为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被外星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好结果 但纳达和弗兰克却十分不屑 他们立即打开工作室的大门 开始向外星人射击 再去屋顶信号塔的路上 两人也配合默契 杀死了无数敌人 但霍利突然出现了 纳达立即把他拉到屋顶上 然而纳达没想到的是 功成名就的霍利早已加入了外星人阵营 这次的突袭行动全靠他的卧底 他立即举枪杀死了弗兰克 然后来到屋顶威胁纳达放下武器 还好纳达早有后手 他偷偷拿出藏在袖子里的手枪 举枪杀了霍利 然后毫不犹豫地爆炸了信号发射器 随后被空中警察击中倒地 然而他的牺牲解除了外星人的无线电波 一直被洗脑的人类 也终于看到了外星人的真面目 影片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故事的后续发展也没有直接告诉观众 但大概率人类阵营与外星人少不了一战 不过这不是重点 我主要想在这里稍微拓展一下这部电影 导演约翰卡彭特作为现代恐怖电影大师 拍出诸如万圣节怪形天魔回魂战力黑洞等 一系列足以载入恐怖片影史的恐怖片 而这部极度空间即使放在约翰卡彭特的作品集中 都是属于相当不同的存在的 电视台的广播信号是洗脑民众的工具 满大街的广告招牌和书籍 揭示消费主义和劝导民众成为乌合之众 电影当然为了商业化 为了一些感官刺激 将这类掌权者和富人设计为外星人 制造出明显的二元对立 但电影所展现出的现实气息 在时间的流逝下 更加呼之欲出 在当今各种流媒体和各类软件 轮番轰炸进我们的生活 试图抢夺我们每一秒的注意力 根据德意哲学家马尔库塞的研究表示 这种当代资本主义为民众持续不断地提供虚假的需求 借由大众媒体广告等将个人整合进 当今由消费和生产所主导的社会当中 使得民众的行为和思考模式逐渐单向化 成为单向度的人 简单地说就是成为上层阶级所希望成为的底层 放弃反抗与批判性思维 安心享受奶头乐 安稳躺平 失去个性 固化阶级分层 极度空间可以说是卡彭特影像化的单向度的世界 失业的主角们面对这样的世界 他们其实非常无力 只能像动物一样去施加暴力 来发泄被压迫的情绪 尤其是奈德和弗兰克的相伟缠斗 高达六分钟 属于一个看清世界真相的人 去试图叫醒一个还在沉睡的人 实际生活中那也太难了 但电影中就是理想化的 现实没有像电影中那样明显的二元对立 要远远比电影复杂的很多 我们说到底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大齿轮下 那运作的一小颗螺丝钉罢了